來…大家乾杯 乾杯… 來…起碗 起碗 黃老闆,你們愛美今年真厲害 在尖沙咀連開兩間分店 街頭街尾的客人都被你們合作了 黃老闆,你就是我搶著你的生意 你千萬別這麼說 我們在店裡做小客人 你們大雞怎麼會吃小米呢 對呀,只要你龍頭大哥的手指紋一嚇 我們也夠做了 有浩月在這裡 我們怎麼敢怨認龍頭呢 要得到同業的認同 也要懂得尊重大家才行 派一個這樣的女人下來 想怎樣 千萬別這麼說 人家畢竟是朱家二小姐 對了,黃老闆 現在金銀業貿易場的現貨 價格有點波動 那我們息金的價格 要不要調整一下 我看不用了 年初才調過 較早沒有半年又調 不是呀,我看日常新聞的金融分析說 今年國際黃金需求量大於開採量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的準官方價格 是28美元一盎司 而且美金回率一直攀升 所以息金價有上條空間 喂,小女兒 英文說得哭哭聲 可惜呀,我們這班老叔父 連英文有幾個字母都沒有搞清楚 雷到你對貌彈琴 我還沒想到,我還想到他上董事長 我們是有機可乘 可以撈花筆有水 誰知他一點都不是我 這次呢,你索油索著火水 我都說過三姐妹不是人金品的了 看來,這次你的如意算盤就打不響了 是皓月的算盤打不響就真的 我又收到消息 因為決策的問題 南洋那邊呢 陸續會有幾個職場結束 我們一向都是向他拿貨 如果我們不早上先機入定些貨 或者找一個新的供應商 我們肯定會吃虧的 你打算這個消息不告訴碧霞? 一點點,叫他不仁,我不義 之前你捧了碧霞當董事長 已經得罪了碧雲 現在你又不跟碧霞站在同一陣線 原本而兩頭不動案 你罵我定吧 碧雲那份人很容易哄 你以為吧 自從他跌倒之後 脾氣變了 寫著生日物金 照算是碧霞也不像 會推街上樓樓這麼瘋的那些人 是意外而已 不過他這麼愛做媽媽 突然告訴他母子生 他一定咬錯女兒不放 他這頭想要躲在家裡生兒子 那頭出了意外生不到 這個世界有沒有這麼巧的事 你又想說什麼 輪廣相爭,愚人得利 我騙下角吉中丹會有人 在那裡挑釁她的兩姐妹 誰說 碧霖 對了,怎麼會是他呢 他是黑白分明的 上次都是因為他 我才可以還我清白而已 朱家裡面除了你之外 還有哪一個外人呢 長兄 不會吧 不過他是老婆來的 他怎麼會害得自己老婆婆子生呢 我總覺得這個人很有問題 替我留意一下他 知道 海外訂單方面我會再跟進 另外前幾天我參加了商會 和每月例會 純粹的聯義性質也沒什麼特別 謝夫,你那方面呢 店舖這幾個月的營業額 就比上幾個月都沒有上升 我打份報告大家可以看看 沒有其他東西 阿生,你採購部有什麼特別呢 沒什麼特別 上兩個月入的貨 銷程也很理想 不過我查過全貨量 只能應付到一至兩個星期 那要入貨 你跟進這件事 好 真奇怪 你對熱仔明明這麼兜風 一什麼解救又是收不到風的呢 你這樣放得通行雷達吧 男人珠牆有什麼風吹草動 你應該第一時間知道 為何正外又裝模仿打 我在浩月打工而已 我又怎麼跟你呢 身為珠家入罪女婿 公司的利益直接對你有影響 明明看著那個小衣服 盲模模地踩屁股 你也不幫他撥開迷霧 你跟他好像坐上一條船 他就是我們公司的買手 萬一這個豬場有什麼事 買不到好豬的話 到時你怎麼解釋 你不說話 是打算等待好戲 還是想幫我老婆出一口氣 你不要以小人之心 量君子之福 我承認,我是小人 不過你頂多只不過是魏君子 這次我不阻礙你 當代理董事長 你想我死也很正常 我只想忠告你一句 多行不易必自弊 謝謝 這批新貨比舊價貴三倍有多 為何那些客戶貴這麼多 沒辦法 南洋那邊又要興建貨運港 有幾個舊支牆的結業 貨源短缺 價錢當然會提高很多 興建貨運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這麼大的事情 怎麼沒聽過 是你沒聽過 行家早已收到封 都及時入貨 那即是你早知道了 為何你沒告訴我 你去那個商會的禮會 我以為你早已收到封 他們根本沒有提過這件事 不是吧 那個所謂的禮會 其實不是吹風會 行內有甚麼風吹吹好洞 都會在那裡撒消息出來 不過你屍體再是女人 那些叔父 很喜歡一邊衝鱗凸骨 一邊吹風 所以碧雲 往時都是派長兄去的 你做得代理董事長 就要犯犯兼顧 南洋豬場關閉這麼大件事 你也會不知道 對不起,我的確太大意了 那現在真沒理由 跟那幫老叔父去洗澡凸骨 來收封 大人說話,不要暫亂過病 弟弟剛學走 不如跌跌跌跌才會走 碧雄在浩月的日子更像 那就當經一時長一致 其實我也有責任 這個例會一向我開的 但我卻想要逼一下 認識一下老行家 但他們又不賣獎 那幫老叔父一向看不起女人做事 我雖然貴為浩月的董事長 這麼多年來 我也是派長兄去參加 老鼠偷雞蛋要量力而為 不是人人都可以整強的 我明白,這次連累公司損失 我暫無房間 公司損失也是其次的 愛媚乘機都想爬頭 爸爸這麼辛苦建立了 這個龍頭大哥的地位 現在有位讓人進入 愛媚還不乘機嗎 姐姐說的 我的確不夠經驗,也沒有人物關係 我覺得好遠 還是應該由姐夫做代理董事長的位置 給我十年 昨天不是莊登投言嗎 怎麼今天這麼一樣 李姐姐 Bika這麼明智 能夠庫存大局 今天真是最好 一家人應該有傷有癢 她早就聽我的知情 就不會發生那麼多事情了 姐夫,一波的事 你看看有沒有彎曲 為了公司的利益 我還有人事 你們真是可愛的 不如玩搶椅子 大餅一吹的樣子 就轉了位置了 我頂錯了 最新劇集《易天奇案2》 已經在TVB Anywhere Not America上架了 北美的觀眾還等甚麼 快點去下載這個APP來煮劇吧